如果看回很多收息股在這個時候都不太貴 所以其實都挺是一個好的條件去組裝一個收息組合出來 圖上就是創科實驗的毛利率在過往的表現 你看到真的很誇張 不斷升升升升升升升到現在大概是39.3% 這個毛利高固然是事實 但毛利增長的速度也非常誇張 到底是怎樣做到有否合理呢 而其實我們都可以在2022年看到創科實驗對於研發的重視 因為2022年叫做創科實驗不是太好業績那一年 它都增添了800多名工程師去研發它的新產品 創科實驗現在的股價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很吸引 不過它現在技術面上給大家看 還是處於一個大型的橫行期 大家好 歡迎來到九十六零至千萬的故事 今天又是我德馨跟大家分享一些收息股的資訊 其實接下來這幾集的主要目的 是想跟大家組一個50萬的收息組合 而這個收息組合就會大腳派到9厘 而重點也會是在接下來希望這個組合 有一個高的牌息增長在上高的 不過頭那幾集就先容許我去講講當中的一些股票 然後最後才跟大家組一個組合出來 而組這個組合的主要動機 都是因為在上一集回顧收息組合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朋友私下都問我 會否可以重新組一個組合出來 讓大家都有些新意識 而我看回很多的收息股 在這個時候都不是真的很貴 所以其實都挺是一個好的條件 去組一個收息組合出來 算了我還是再組一個收息組合給大家看看 這次這個收息組合主要狼括了6隻股票 其中佔有的板塊分別是工業、物流、公用和醫療 而其中有3隻股票我在過往的時間都很少會講 所以都想讓大家先認識一下 而身為這個組合劈頭的第一集 我就正正想跟大家講這隻股票 就是創科實業 其實創科實業是一間增長非常迅速 而且領導著全球的電動工具 即是那些手提式 正如圖上面所示的企業 產品除了歷史悠久之後 亦都很有特色 以及效率非常之高 我接下去會逐一講解 不過Heads up給大家認知 就像圖上面的這堆東西 電鑽、電鋸、磨機等 這些全部他都有 簡單來說就是那些男人的浪漫 無論你想在家裏打張椅子 又或者是做小裝修也好 又或者你想幫你的前後院剪花草 做一些簡單的園藝 你都會幫襯他 深刻到業界方面 裝修師傅、建築工人 其實經常都會用到他的工具 而創科實業相信對於老古民來說 一點都不會陌生 因為在2021年之前 他還是我們的神話式牛股 他在2002年至2021年間 19年的時間就升了52倍 平均每一年升2.75倍 但好景不常 你看到圖上面 由2021年的高位 直插到今天 總共跌了五成多 直到現在還沒翻身 所以近兩三年才玩股票的朋友 相信就比較少聽這隻股票 因為好像被市場打了懶攻 不過在這個時候 老股民可能會問我 創科實業為何會拿來收息 通常我們都是拿來賺盈利為主 炒價格向上 沒錯過往的確股價升得不錯 波幅性也比為高 不過其實去到大跌之後 股息率就慢慢開始上升 你要知道是成反比 而其實你留意這間公司 Payout Ratio也有0.42 所以現在的股息率配合Payout Ratio 最重要是加上的 就是每年的派息增長非常可樂觀 五年內的平均值也有27.5% 簡單來說 如果你今天買了2.29L去收息的話 你五年後以今天買入的價格去計算 你就會收到7.72L 非常誇張 所以如果擺放它作為增長型的收息股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相信在過往買創科勢的人 未必能夠體驗到 因為主要原因是價格不斷升上去 你買都是在相對高位上 變成你的Yield就相對低了 所以其實創科勢這次變成一個收息股的玩法 我相信近20年都很少見 但是你不要管 我們這些收息股一族無孔不入 有機會的自然就不會放過 不過我剛才提及到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2021年的股價會大跌呢? 其實你看到業績 長久以來都穩穩定定 增長是非常好的 無論是左上角的revenue 又或者是左下角的毛利率 右上角的earning pre-share 再來右下角的營運活動現金流 其實都是增長得不錯的 但是直到2021年你發現 earning pre-share和營運活動現金流 的確下降了 而且營運活動現金流 還要出現一個大的調整 變成了負數 極少有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 事關創科勢業雖然是一隻港股 但是它主要的收入來源都是由北美以來 北美佔了77.2%的收入 歐洲也佔了14.5% 你要知道北美地區和歐洲地區 在2022年開始進入加息週期 所以房地產市場的銷售數字開始下滑 其實在2021年尚未出現下滑 不過那些人在憧憬房地產市場下滑 樓市交易量少了時 裝修的次數自然都會少了 對於這些手提式裝修工具的製造商或品牌 自然生意就會少了 加上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躲在家裡沒什麼做就搞裝修 所以在疫情初期2020年至2021年頭 創科實業的銷量的確有暴升的跡象出現 但是當北美和歐洲地區 2021年尚未開始防控措施開始放寬了 變相之前憧憬暴發式的增長突然之間消失了 這兩個就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令到創科實業的股價大跌 不過我自己覺得 它跌完之後都還行了一年 這個還行的盤整足夠了嗎? 其實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加息最終利率 將會在5月或7月有一個定案 而接下來分分鐘2024年都開始減息 再早點說一句 可能是2023年尾都不出奇 所以加息週期會持續多久呢? 相信這個時間應該不會太長 到時候北美的房地產市場交易量開始上升 自不然也都帶動了創科實業的業績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它有份? 因為它是市場的主要領導者 創科實業的市佔比無疑是世界第一 它旗下總共有13個知名品牌 都是在做相關的業務 而其中它的旗艦品牌 米亞旗更加業務增長 連續9年超過20%以上 無論你是想買這堆的手提式裝修工具 又或者是這堆 甚或是這堆都關它事 雖然第三張圖的工具主要是用來清潔 以及護理地板 而其實它這麼多品牌裡面 這麼多產品 我要每張展示出來 都分分鐘展示十分鐘 而其實米亞旗這個品牌 也是插電式工具裡面 世界第一品牌 而它旗下良名這個品牌 就是DIY品牌的達人世界第一 所以是非常之感屈機 不過我剛才提及到 它的股價大跌還未提及大跌的原因 那究竟還有什麼事情呢? 其實這個要提及到2023年2月底 當時一間沽空機構 就發出一個驚人的沽空報告 說創科實業是做假象的 當時這間沽空機構表示了 在全球收入超過10億美元以上的上市公司 只有創科實業唯一一間 是可以連續10年毛利率 呈現半年到半年到的連續上升 換句話說 是不是在罵它太厲害? 當然就不是 它想指控這間公司在毛利率做假象 也有誇大盈利的嫌疑 不過其實誇大盈利那方面 你說做一兩年假象當然容易 但你說長期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做 我相信就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而我也展示給大家看 剛才的是說二十幾年的業績表現 它都是長期穩定的增長 那這個你說它做假象 又難說得通 不過我們說回毛利方面 做假毛利這個項目 都有些壓力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圖上就是創科實業的毛利率 在過往的表現 你看到真的很誇張 不斷升升升升升升 升到現在大概是39.3% 這個毛利高固然是事實 但毛利增長的速度 也非常誇張 到底是怎樣做到 有否合理呢 其實在這份孤空報告之後 創科實業也有去回應 它其實就說到 為何它的毛利可以增長得那麼順利 主原因是因為 它旗艦品牌的市場佔有率不斷上升 令到它們產品的倚價權也在上升 這個很合理 而第二個重點就是 因為它們收後電池的業務 取得了重要的成功 其實它在說的就是 因為它們的工具是很多都不用插線的 所以它才做到插電式工具的世界龍頭 而這些電當然會老化 你只不然就要買新的電池去代替 當它的產品買到成韓城市的時候 之所以是這樣 它就推出了這些電池給別人去買 它產品內用的固然之 一個電轉都分分鐘用10年 不過電池就不是真的用10年 隨著年復年你用舊的電池之後你要去換 又或者像我一樣 直接就會買多幾個電池做事 變成這些電池就會有一定的需求 而這些電池本身的毛利是競抽的 所以就直接提升了它們的毛利率 隨著這些電池的成本降低 又或者售價提高 其實也會進一步提升這些電池的毛利率 本身這些電池在產品組合裡面 又高於平均值的毛利率唯有 變成整體的毛利率就不斷升了 其實這個是挺合理的 而其實正正因為都是這一點 令到我對於創科實業更加加分 因為除了說毛利率之外 它的銷量增長或盈利增長的關鍵點之一 其實也是這個aftermarket的電池銷售 圖上售數譜給大家看 它的電池每年的銷售增長是多麼誇張 而在回應孤空報告 創科實業就沒有去提及到 不過我也想提一提的是 其實在行內競爭對手中 Markita和史丹尼八德這兩間巨企 他們同樣都有30%多的毛利率 雖然不夠創科實業高 不過也是有高的毛利率特徵 所以其實是這類行業的專利 所以在這一點上高來看 沽空機構是有點誤導成分的 再來一點就是 創科實業的毛利率增長為何會高於其他兩個巨頭 其實是跟它放在科研的壓度有關的 因為創科實業 每年大概都會放3.3%的收入 在研發的支出上高 而其他兩間公司 Markita是1.9% 而史丹尼八德是1.6% 即是說創科實業接近高出了一倍 在研發資金上高 當然是說比例上 而其實我們都可以在2022年看到 創科實業對於研發的重視 因為2022年叫做創科實業 不是太好業績那一年 他都增添了800多名工程師去研發他的新產品 有新產品有更加好的技術 有更加好的技術 有更加好的議價權 又或者換上角度的 有更加好的技術去降低成本 其實這些都是令毛利增長的主要動力 而其實綜合幾項的財務指標來看 無論是營業化的增長 每股盈利、稅前盈利 又或者是股東權益回報率 創科實業都是打贏P75 即是說同行內75%的公司 所以不單只是毛利率這麼簡單 當然沽空機構的目的其實很清晰 只要短期令到創科實業的股價下跌 他沽空的時候就不能夠賺到錢 所以製造一下謠言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而正正是因為創科實業在2021年至2022年頭的業績做得不好 才能夠承虛而入 不過其實你看回最新公布的2022年全年業績 其實營運活動現金能已經上升了 而我相信未來幾季度的業績 雖然未必能夠立即掌握到之前的增長 但大機會都會谷底翻身 所以綜合了以上種種因素下 也被我簡化了不少 當然 創科實業現在這個股價對於我來說 我就覺得很吸引 不過現在技術面上來看 還是處於一個大型的橫行期 如果大家真的不怕長線拿著的話 其實你分三柱買入或兩柱買入 第一柱其實都可以扔下去 不過如果你要買到第二柱 可能就要小心點 等一等真真正正有技術面的配合才好加注 圖上就是創科實業大型橫行區裡面 我顯示了79元為下限 111為上限的一個大型橫行區 阻力支持就是這兩個 而如果期內的時間 真是一些漂亮的形態在79元反轉 讓你買上的機會出現的話 你也可以去試一下 又或者成功突破87元那條線 然後做Retest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考慮一下 但是這個橫行區 Touchbook 廣句可能還要玩多半年也不頂 一年也不頂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玩短線的朋友 可能這隻股票真的不適合你 當然分析一隻股票是很愉懷 或者它的出入試時機 就不只是短短這條影片說的東西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對於分析股票、債券和Witch 真的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了解一下我股債Witch佛系創庫班 可以scan圖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入到我一小時的免費分享會 如果大家成功加入我這個佛系創庫班 每個月都有一個免費一小時的手拖手Live 而接下來5月23日的手拖手Live 就是實踐低門檻選債工作坊 希望到時候見到大家了 今天先跟大家說說 我這個收息組合中的第一隻股票 創科實驗 暫時的息率是在派2.3厘 不過它續後的增長相信會有不錯的表現 派息增長期待的就是每年27%的派息增長 其餘的5隻股票是什麼呢? 希望這集多多支持 如果夠萬5view的話 我會繼續繼續推出下去 告訴大家其他股票是什麼 如果不是 可能又要等多幾集才再說 所以 喜歡這集的朋友仔 幫手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當然不少在下面留言 上一次說股票那一集 我看到大家幫忙留言 但是奈何地的view數真的不過兩萬 所以我就出不了第二集給大家了 今集希望大家幫幫忙 隨便打個hello又或者創科實驗 其實都可以幫到YouTube引擎 將這條影片推出去給更多人看到 夠view數的話 這個組合下一隻股票就見大家了 今集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為什麼把握今集的股市最後煙化了 你就會知道車一定會召開 但是你有沒有準備到投資呢? 而投資的組合要放什麼下去呢? 你也會知道我過往怎樣把握這個信號 每一次都靠這個機會累積到財富的 其實我自己的投資佬 從來都不是一帆風信 不是大家看到滑半退休那麼爽的 中間是一定有一個持之行的系統 你的材料就是時間了 它會幫你慢慢去成長 試過在不同大行做到執行董事或重監 到今天 換退休都是用同一個投資系統 當日這個講座 你就會見到證明到 一個投資系統之所以成功 就是要經得起時間的考念 所以我除了會講股市的煙花 教大家今次要怎樣做 我整個投資系統的秘密 會在這個免費分享會試堂 跟大家解釋完的 不想錯過股市煙花尾班車的朋友 想學習投資的新手 想認真地深度upgrade自己投資系統的朋友 記得打壓今次的機會 去報這個免費分享會試堂 到時會直播跟大家講今天這個題目 完了還有48%的重溫 全球朋友都會報名的 記住這裡講了一年自開一次 希望到時見大家了 想緊貼大市走勢? 立即就下載我們我要做富翁應用程式 黏著我們這班我要做富翁吧 我們就知道了